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怎么着呢 而且啊就是说咱叫人家瘦瘦也不太合适啊 人家说了瘦瘦啊是人家以前的男朋友给他起的这个名 关联到这个不好的这个回忆 人家本人不愿意这么叫了 所以咱们应该叫人家的大名叫翟玲 不过他以前的男朋友也挺奇怪 给他起名叫你这为什么叫瘦瘦吗 我不知呢 叫避水金睛兽 这是河瘦大仙 有味道 你看他那个眼睛啊 确实是当时是不是也有点想哭 就忍不住啊 确实也有点避水金睛 哎呀说到这里我就说 今天谈这件事情我就知道 文浩一定会是这样的讲法 你看我觉得男生就是同情弱者 为什么要这样 女孩子只要一这样 就是然后眼眶含泪 我今天对这件事情 我本来认为啊 就是当然在网路上引起这么轩然大波 我觉得很压抑 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个娱乐事件 大家私下八卦一下 不管谁对谁错 我们大家私下讲讲 就这样嘛 娱乐圈不就是你朝我我朝你 我们永远不知道这个事实 背后故事是怎么样 不管双方发了多少声明 但是现在在网路上却是一片的tuff 而且大家竟然是对瘦瘦比较保护 我是对这个女主持人比较的 觉得他不太对 那我觉得第一件事 你站在女主持人一边 我倒也不是站谁那一边 但是我认为我看到了一个几个现象 你先别看观众 你先去看我 我第一个现象 我觉得大家同情弱者 就是说今天不讲话的这一个人 不管他对或错 你只要先不讲话 你先弱势 那你基本上你已经赢一半了 你已经遭遭一半以上的同情 不管你今天是怎么样 我觉得瘦瘦 今天你被大家认识 佳琳被大家认识 当然这件事情不是你愿意的 但是过去的这些视频 让你变得有名了以后 这个说法我要跟你抬在杠 不过咱们先是马博士先说说 因为马博士虽然这个视频他没看 但是以前的视频他看 以前的视频我 跟我们相反 以前的视频当然要看 因为以前的视频 我是朋友告诉我说 因为我去前一阵子 去年去了北大去了一些地方 有一些交流 讲这是自拍的问题 有人就传过来说 这是很好的研究材料 你知道我们做这一行的 做研究了 这有一个便宜吗 我们做什么不好的事情 都可以说为了研究的需要 为了研究的需要 我就去看了 可是我是看了几秒 就看不下去了 因为可能因为我这个人 耐性比较不太好 我不是从最开始几秒来看 对我一跳最后结束那几秒 我觉得太过分了 那不管是说 那愿不愿意 就算今天最后那几秒 是一个为了拍了色情片 我也觉得完全不好看 格调非常低 何况是不愿意被公开被拍的 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一位女孩子当然是受害者 而且从这个角度话说回来 我们她的确有权利 叫大家不要再就把她叫做瘦瘦 叫做什么卓尼 宅宁 因为名字其实代表了一种感觉 以前那个名字 是她男朋友给她取的 一段过去 对 而且她自己曾经在网络上面 也把她作为一个网名 表示当时两个人的关系蛮好的 可是过了以后 她觉得受伤害 不愿意再提这段过去 就算我们一般华文媒体 经常说未安妇 其实是不好的 我们前面一定要 扯未安妇上去了呢 没有我讲到名字 因为未安妇是日本人叫我们中国的受害妇女 叫未安妇 我们不应该用敌人的名字 来继续叫我们的受害妇女 同样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 那电视节目主持人 假如真的是说事前 这个女孩子的经纪人 有跟电视台沟通过 所以我要求你们不要叫我受受 叫我宅宁 可是他们主持人违反规矩 还是叫人家的受受 人家当然感觉受到伤害 这有权拒绝跟你沟通 我觉得这是应该同情的 这个我就跟你讲 我就觉得人心里都有一杆秤 你知道很多事情 包括有些验诏们 我就发现 尽管你一时说不出什么理由 但是你看了不舒服 很不堪 就是很不舒适 那么我就觉得这是什么问题 你比方说啊 咱们就说 其实啊 这个小姑娘的这个心情 咱能理解 比如说你像你作为主持人 对吧 当然都憋着 恨不能问 比如说你要问麦克尔杰克逊 当然这主持人心里 要能问出这个 他是不是整容 是不是瓶外皮肤 那才好呢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 以这个大家舒适为度 要双方尊重 而且呢 你比方说 要照我 我都觉得现在 我是不是有点老派了 这现在是不是新主持的 风尚 就是一种很灵力的风格 就我这个老派的观点来看 是吧 人是有人权的吧 就好比说 你有权利问任何问题 但是别人当然也有权利 回答或者不回答 在法庭上都有沉默权呢 是 对吧 何况你 你扮演这个道德法庭 那么他 况且他也回答了 对吧 你说你问他有没有炒作 他说我没有炒作 那么接下来 照咱们主持人的技巧 除非你有更狡猾的办法 又不伤和气 是 又能问出你想问的东西 是 但是总之是人家 人家的答与不答 怎么答 那当然是在于人家 所以他这是两个层次的问题 一个是技巧 他的确是有权利去问 人家答这个答案 你不满意 你可以再问 或者换一个角度 就像文涛说 你有你的技巧 你不能发脾气 说人家答的答案不够精彩 不够吸引 所以就吵起来 我觉得这主持人的有诗身份 我真的这样感觉 另外一个层次 我们可以看那个制度 整个电视工业的制度问题 在国外的媒体 像这种大众媒体的话 去访谈 事前那个受访者的经纪人 又跟电视台签约了 我们列出了20个问题 你就只能问这20个 你问20个以外的话题 我有权利回答 或说不回答 是可以的 假如你坚持要问 或说因为我 你问了20个问题 以外的问题 我不回答你就不播放这个节目的话 我可以告你的 你浪费我的时间 我跑来接受访问 我那个时间本来要去拍广告 赚钱的 我不赚来接受访问 所以说这个游戏规则 我觉得或许中国可以参考 把它引进来 但我想到一件事是说 如果这件事情 就是这个女主持人 可能没有她的专业 或许年轻 她在这个尺度的把握上 已经失了分寸 导致了这么难堪的一个后果 但是为什么这段视频 照理说我们就不要播了吧 就是如果我们今天讲的话不适合 我们常常就说 啊 可不可以剪掉 我们就不要播出去 但为什么 她反正 编程大家都知道了呢 我觉得就是 你这个问题问到轴上了 我就跟你讲 这个事情 为什么我就觉得 今天这个社会 包括网络呀 很多事情 你比如说我们组里讨论这个话题啊 他们就说 文涛 我们不要讨论这个话题 这个说 网上说了 这是那边的团队策划的 另一个编辑说 网上又说了 是两边的团队和我演的这么一出戏 说我们说了 就着了人家的道 是帮人家出了名 你知道到最后讨论最后 我就心里就觉得 我说要这样的话呀 咱们就不要做节目了 一年我们聊三百个热门话题 老实讲 我从这个媒体的这个这个心理来讲 我觉得不清白啊 我们都只能引用 对吗 可是事实上 这个事情的内幕到底是什么 我们从来就不知道 没有清楚过 就像你说的 比方说啊 我愿意用最单纯的 那么认为这是现场不可预测的 发生的一个意外的这个事件 我跟你讲啊 你比如说咱们恰恰三人行 也碰到过这么一回 比如说这个有个嘉宾 王硕在我们这里聊 那么他对于两位名人呢 有这个不敬的这个言论 你知道吗 但是我们是录像 那么最后 我们当然剪掉 这个就不播 可是最后为什么报纸出来了 说起来 我们也有我们的短处 就是说呀 有记者在现场 为什么说 我说我们也有我们的短处呢 就是那记者也是经过了 我们公关部的人员 带到现场 所以这个事情之后啊 我们深刻反省 就现在 反而是聊这个敏感话题 或者敏感人物的节目 这个严禁清场 就是不是严禁清场 绝对清场 化妆间 录像范围以内 就不让外人 也就是说呀 通常咱就一般淳朴的来讲 我跟你说 录像节目现场 有时候是会发生一些尴尬的 难堪的 这种一幕 但是呢 通常我们就这种 就不会播了嘛 但是为什么你看在今天的时代 我也不知道 它是被流出 还是流出 是故意 还是一时大意 但是怎么就成了个大新闻了呢 对 没人知道嘛 这种 可是说经常也会 你要指还是搭不住火了 就做新闻的人啊 有一个信念 就说 只要发生的事情啊 somehow 总之一定会泄露出去的 当然你可以做所有的一切保密功夫 我说的是平面媒体了 所以资深的新闻工作者 假如我是记者 甚至我是专栏作家 我跟你吃饭 你又婷跟我说 诶 我告诉你一件事 你不要告诉别人哦 假如你这样跟我讲的话 我会阻挤你了 我说又婷 你知道我是 你干脆连讲都没讲 对 你知道我靠什么吃饭的吗 我写作的 你不要告诉我 你告诉我不精彩的话 浪费我时间来听 精彩的话 我告诉你 我一定会写作的 我一定忍不住的 怪不得最近我发现女孩们见我 什么话都不肯说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顶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雪 彩无极之水 醉原酒精 年份端枪 无仅够久 科技是性质的源泉 责任是性质的保证 性质改变世界 三亿重工 漫一分内衣 史上新生活 中国人走向世界 不能靠花拳秀腿 只有掌握核心 才能出手制胜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成为世界领海 好空调 格力掌 追求美是人类的天性 但不知不觉中 我们为美丽进行过度的装饰 我想美丽 应该回复真我 曼妮芬特约之 2010中华小姐环球大赛 主张回归自然 还原美丽 我发现从这事啊 很多人聊这个 我们媒体霸权 什么道德大棒的这个事啊 老实讲 我现在我本身就是媒体人呢 我现在觉得就说 我自己检讨啊 我觉得我说很多话题的时候 心里都不干净 你比方说 难免会有私心杂念 你好比说讲这个题目啊 我就想 哎呦 一般来说 电视台之间不要互相说吧 同行之间 也不要随便说吧 你现在心里的考虑多了去了 对吧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你不会看到中国社会的一个 怎么讲 道德观 或者是还有这个多元化 第一是 这位女主角 就是翟琳她的过去 是因为这个验照我们的事情 那在过去 一些女明星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 很多时候她们的演艺事业 从此就 其实是美的 那时候 或者说阿娇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啊 那可能在中国的社会 你不比西洋 西洋有时候这个 西洋光点一出来 它反而更火了 它可以出唱片 可以卖香水 可以做很多事情 但是在中国好像不被允许 所以那时候我会觉得啊 在中国的价值观里面 或在我们的社会里面 相当于是保守一些的 但是呢 碰到这件事情了以后 我觉得哎 因为场景不一样了 可能开始变成是媒体 跟这个艺人之间 这个道 尺度上的问题的时候 观众或者是网民 你的道德的拔尺 又不一样了 你开始觉得 哎 瘦瘦是 詹琳这个女生 是个好女孩了 她其实是弱者了 她其实应该是被我们支持的 就是说 这个道德观上是不一样 而且她是可以被讨论了 而且我们接受她了 要是你呢 咱要是说 你这个不姓 呸呸呸呸啊 你有一个很这个 很我们很爱看的视频 出来了 哎 你在主持 就是这像我 对 这件事出来了 我也想过 如果这女主持人 真的是 有别人讲的说 她是故意炒作 她故意用这种方式 让自己博出位的话 我也在想 因为我们自己也是主持人 我们当然希望有知名度 可是用这种方式 除了是个负面的方式 是个坏新闻的方式 你怎么会 如果你有了这个事 就我不愿意 你还会干这行吗 我就不用 我就觉得很很尴尬 会很很不好意思 我觉得 我好像每天在镜头前 就是被几十亿的朋友 看着说 而且是对照的看 对照的看 你私下怎么样 她就会一直看你 然后检视你 以后的每一个行为 然后不停的在 讲你的故事 那会让你很很不好意思 所以怎么会有人 愿意用这个方式 博出位 今天又婷这句话 我们记录在案 当发生了那个事情之后 我们再看看 我希望不要发生 因为人站在不同的立场 会有不同的想法 当你变成受害者的话 你已经没有什么可输了 你可以输的东西都输掉了 你站在那个位置 你就想说 我今天无缘无故 我好好的 我以前男官女爱 我心甘情愿的 然后我很专业 去做我的事情 突然发生这个事 我没什么好输了 难道你还要我完全 连我的专业都放弃吗 我就要坚强的站起来 坚强的面对 特别假如 然后我要让大家来判断 你们接受不接受我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翟宁这个事情呢 跟另外的阿娇事件 我觉得有个不一样的地方 大家吃饭的行当不一样 怎么说呢 比方说阿娇事件啊 我听到不少的朋友 包括网上看到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 他是受害者嘛 支持他的 可是为什么有一阵子哈 阿娇的那个 整个事业生涯 会比较往低走吗 很重要 他是靠很重要的媒体 在媒体露脸 他要唱歌 要拍戏 要拍电视 OK 然后这些媒体呢 在华人亚洲社会呢 主要是被一些集团来控制的 电视台 唱片公司等等 只要里面有些人 有特别的考虑说 我们不准阿娇来露脸 不好 他就不能露脸了 他整个事业就往低走了 可是翟宁呢 他基本上不是唱歌 不是演戏的嘛 他是去活动的嘛 对 去公关秀 去什么展览会等等 对 那些活动的平台 是相对比较开放的 很难说一两个掌权的人 不管他是政治界的人物 还是电视台的人物哈 不是他们所以可以控制的 而是说 只要他去展览 多人来因为翟宁在 我就买票去看那个展览 他就可以出来 就是我觉得啊 就是当然 就说他们爱讲道德 但是啊 考虑到今天社会的复杂情况啊 讲道德一定得非常小心 尤其是这个媒体 啊 你凭什么就是上帝呢 你在耶稣都说了 你们谁没罪 你们可以拿石头砸这个妓女 对吧 那是 我也讲我的一种道德 道德第一条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你知道吗 太多元了 现在这个世界 你很难找到两个道德观完全相同的人 对 比如说这世界上有的文化 认为这个一夫一妻 有的文化认为可以娶四个老婆 最后你知道各个宗教 各种文化的人凑在一起 开会一个会 说 我们得找出一个 我们能够平等相处的 一种道德底线 最后他们得出的结论 是咱恐夫子的话 就是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再有一条 道德 我理解是什么呢 是对自己的 是检讨自己的 叫言语律己 宽语待人 对吧 再有一种对道德的理解 这也是中国古代先哲说的 道是什么 真理 是真相 德 就是真理发生作用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 讲 我就叫这个真 说什么社会责任感 说什么都可以 但是问题在于 咱真教理性的 真教新闻记者的标准来说 翟玲这个视频这个门 不外乎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 他是被人放上网 那么他就是受害者 已经进入司法程序 如果真的他是被陷害 那么你这样去质问他 不残忍吗 好 下一种可能 是他自己炒作 甚至是他自己放出去的 那么有人就说了 就像今天社会里 我告诉你 很多这个女的 是自虐的方式 自残的方式 他把自己两腿插开 就为了出个名 哎呦 我们都该同情他吧 换句话 有人还拿曲美凤说事呢 说曲美凤完了 到新加坡唱歌去了 那人家不得得点补偿吗 这个那么样的不合理吗 所以我就说 做人真的要厚道些 就是说我们不管做任何东西 现在的社会有时候 太过的剑拔弩张 尤其是可能我在台湾 有时候做媒体的时候 你也是 我们抓了人家一个点 就一直不停的放大 不停的放大 然后一直把他打到死 而且他这样踩 这样 你才会觉得说 我够正义 所以我声音讲最大声 而且当群众的声音 一出来的时候 好像我跟着大声走 我才 我就是最对的 所以我就说很多事情 所以我说这件事情 对我来说 我会觉得 就是大家私下八卦 我没有 我觉得网络上 已经变成是一种道德的工坊 好像我才是最道德的 我是最正义的 我才是最对的 我是最白的 你才是黑的 我觉得这有 就是造成一个社会上的一种 太过的对立 因为没有什么事情 是这么这么的黑白 对 所以你会说 我为什么老说 我不道德 我道德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是一个婴儿 在墙堡中产生数据的婴儿 每秒都会产生上千个独特信息 这将帮助医生 并以往提前二十四小时 诊断出威胁生命的传染病 让我们共建智慧的地球 光金时代 黄金叶 传承世界品质 祈福品质生活 来马博士还是看一下这个 是不是说一下看视频的体会 看 因为网上太多可以看 其中有个叫做自拍 视频是一种有些是固定的照片 我特别注意到中国很流行说 非主楼自拍 我就看什么 原来基本上就是把衣服脱光 或者说穿得很小就非主楼 那我忍不住冷笑了 这种所谓非主楼 其实是非常主楼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它完全是从男性的消费的欲望 来看自己的身体 一个女孩子拿了照相机来拍自己 她都是假定假想 有一个男人在看着她的身体 她拍来这个角度 是满足那个男人的 这种不是非常主楼吗 哪里是非主楼 我们看欧美社会 很多女性自拍 是真的是非主楼 是什么 有一个女性主义者 她拍自己 还有她母亲生病的身体 每天拍一张 她有整个身体的残破 她来告诉全世界 女人的身体 不仅是给男人来消费的 来享受的 我们身体 有我们的喜怒哀乐 有我们的生老病死 是这样呈现自己 女性角度的身体 我觉得中国女人自拍 是可以的 你要拍一下其他的角度 其他的另类的想法 倒是有一类 文涛里上网看看 很多女孩子 不一定是脱光衣服 她只拍自己的样子而已 我们通常 从男人的角度 总是觉得女生 又上又婷这样才美女 很多女生自拍 我们一般觉得不太美的 她只要看到自己某个地方 比方说她嘴角 那颗小字很美 她就很满足了 放上去 我觉得这很好 美这种定义 是由女性自己来界定 不一定要由男人来说的 又婷 你觉得你的美 是一种什么样的美 什么样的美 就自然的美 男人眼中的这个美 那倒不是 我觉得这就是自然 就是我妈妈 把我变成什么样 生成什么样子 就是什么样子 那我只是说 像女生现在的自拍 我觉得我们自己是女生 我们也懂 其实现在大家玩自拍 有时候你放上网 我是觉得现在的女生 可能我很需要认同 就是说我的自拍 就像马老师说 你放自拍 你是其实是用别人的角度 你说自拍 好像自己跟自资云于人 但是到最后 其实你是希望别人来认识你 你是你是希望别人认同 而且大家越来越 尤其一些我们叫素人 就是一般的民众 他越来越喜欢透过网路 或者是微博这种东西 让很多 因为他想享受那种 被肯定的感觉 你说你觉得 女人觉得女人好看 和男人觉得女人好看 我的感觉就是 哪个女人跟你说 哪个女人好看 那是严重不靠谱 哎呦从上次 哎呦我就别说具体了 我觉得这是为什么 我甚至觉得这女人是虚伪 就是你难道不知道 她没有那么好看吗 那么有一个女人 你说哎呀 我觉得她很好看 我觉得很奇怪啊 女人不是虚伪 她在期待里 有所回应 你一定是说 她哪比她想 想你好看 咱们最后听个歌啊 女人何苦为男女人 还要听歌是吧 这个我就说 你看 很多时候 你说女人就觉得 我自己美 我自己怎么怎么样 但是实际上 我就觉得 她最重视的 还是男人的影响 是啊是啊 就我说 那谢谢你 我们不光想往 或者是我们做任何行情 讲任何话 ike 把你的辯, 我自己弄 你看 我自己弄 中文字幕——YK